第五章不同的选择实力提升越往后越难 罗峰撕寸着从秒速23.8米增加到秒速25米 恐怕要一年时间 而全力从809公斤增加到900公斤 估计需要时间还要更长点 我想要获得舞者称号 估计要等进入大学之后了 如果如果 我再昏迷一次的话 我的身体素质恐怕就能达到舞者的要求了 当然自己要的昏迷不是被人打的昏迷过去 而是头疼到极限而昏迷过去 罗峰有头疼的病症 每天都会偶尔有一阵头疼 不过每次人人就过去了 而头疼到极限就会昏迷 从小到大 罗峰一共昏迷过两次 八岁那年 弟弟被车压断了腿 那次罗峰伤心过度 突然觉得自己头非常的疼 同时心跳也快速的惊人 全身血液流转速度达到一个惊人的地步 感觉到自己心脏 好像要从胸腔跳出来一样 直至承受不了直接昏迷 还有12岁那年 妈妈重病入院 害怕失去妈妈的罗峰 惊慌得很 同样头疼的要命 心跳速度惊人 再一次昏迷 两次昏迷 家里人曾经带罗峰去医院检查 可根本查不出毛病 毕竟就算是现在 脑部依旧是医学上难以攻克的难题 不过两次昏迷却诡异的 让我身体素质都提高了一大截 罗峰期待得很 8岁12岁这两次昏迷醒来后 我的力量速度神经反应明显强了很多 这才让我16周岁刚进入武馆 就直接通过中级学员考核 获得中级学员称号 正因为基础好 我17周岁又获得高级学员称号 如果我能再昏迷一次 实力肯定能再度跃升一次 昏迷其实是身体的自我保护 并非完全是坏事 罗峰从小就有头疼病 不过8岁那年第一次昏迷后 他就发现每次头疼减轻了不少 等到12岁那年又一次昏迷之后 每次头疼又再度减轻 按照这样的趋势 我如果能再昏迷一次 头疼情况应该会再度减轻 昏迷个一两次 或许头疼病就永远消失了 罗峰心中渴望的很 毕竟昏迷一次 自己头疼病症就减轻 而且身体素质还会有一个跃迁 可惜 昏迷不是说想昏迷就昏迷的 从小到大也不过发生两次而已 头疼到极限心跳速度也会快到极限 罗峰低头看了看手腕上的手表 这是一块含有测试脉搏功能的手表 可是就算极限奔跑一分钟心跳也不超过120次 罗峰看着手表如果我一分钟心跳 能达到200多次那多好 昏迷前的征兆就是头非常疼心跳非常快 可惜 不管运动如何剧烈自己的心跳速度 也无法快到能头疼昏迷的地步 练武厅内脸上有着刀疤的杨武 站在权力测试机前 也没有认真叙事 很随意的就是左右双拳猛烈的击打向拳把捧 捧 捧 一连串低沉的拳击声响起 权力测试机的屏幕上流过一连串的数字 956kg 912000克 936000克 981000克 杨武一口气击打了数十拳 这才停了下来 旁边观看的罗峰 不由一阵羡慕自己全力一拳也就809公斤 如果像杨哥这样连续迅速出拳 每一拳的力道能超过700公斤就算不错了 杨哥哪天我全力一拳 能有你这么随意一拳的力道 那就好了 罗峰在一旁笑道 你小子 杨武走过来笑着一拍罗峰肩膀 你今年才19岁 也就18周岁而已 你杨哥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还只是武管的终极学员呢 以你的进步速度 不要多两年绝对能达到舞者的身体素质要求 嘖嘖 20周岁的舞者真是让人嫉妒啊 罗峰一笑 武管招收学员是16周岁到30周岁 是因为这一个阶段成长最迅速 越早能跨入舞者行列 代表以后实力会更强大 自己去年17周岁就成为舞管高级学员 的确是让很多人羡慕 对了疯子 你要高考了吧 准备高考后干什么 杨武笑道 我准备考军校 罗峰巍巍一笑 一般军校收的学生 毕业后只是当普通军队的基层军官 而我毕业后进入一些特种军队 应该不成问题 哦 杨武听了撇撇嘴 进军校 好事好不过 我感觉就是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了 等你将来军校毕业出来后 进入特种军队 在军队当中当然要服从军规 我反正是受不了 还是当一个自由舞者比较好 自由舞者是不错 罗峰摇头道 不过我不想让我爸妈担心 进入军校毕业后进入军队 至少安全程度上要比自由舞者高很多 舞者一般有四条路 第一条路加入军队成为军队的一员 好处是安全性高 国家是不可能轻易让舞者冒险的 国家也会给舞者的家庭很多福利 让舞者们没有后顾之忧 第二条路加入舞馆 舞馆管理制度比较宽松 属于比较松散的群体 而且极限舞馆又是世界第一强者 红创立 成为极限舞馆的舞者后 好处不少 而且管理宽松比较自由 第三条路加入某个集团财团 某个家族某个大势力等等 属于当打手的那种 第四条路就是加入雇佣军 这是出生入死那种 最冒险同时也是最自由的进军队 安全是安全 不过我是不想没什么自由的日子 杨武摇头道 今年我估计就会再次去参加准舞者考核 应该能过关 一旦过关 我今年就会立即参加舞者实战考核 努力在今年成为一名舞者 罗峰眼睛一亮 杨哥你有把握过准舞者考核了 哈哈 杨武一笑三项素质测试权力和神经反应 我早达标了 我的弱项是速度 不过现在我发挥好 也能勉强达到1秒25米 这些天再努力努力 到时候考核应该能过 杨哥恭喜啊 罗峰为杨哥感到高兴 毕竟杨哥为了成为舞者奋斗很多年了 杨哥你成为舞者后准备干什么 当然是加入极限舞馆 杨武一笑极限舞馆的制度很宽松 而且舞馆遍布全球各地有很多舞者前辈 对自己发展也有很多益处 而且我可以想休息就休息 想出去猎杀怪兽就出去猎杀怪兽多自由 罗峰点点头 疯子杨武看着罗峰你小子骨子里很疯狂的 我不会看走眼 我觉得你很适合走自由舞者这条路 加入舞馆多自由 而且极限舞馆也会给我们很多帮助 我罗峰有些迟疑杨武健壮摇头一笑 力隐藏 没有 因为 因为